還有我想說 你們的溝通會不會是經常影響到你們的作息 例如什麼呢 可能你們上班的程序不一樣 例如一個是正常朝九晚六 第一個是上夜間的 是不是應該這樣說呢 或者 總之可能其中一個是睡覺的時候 但其中一個是經常在說話 總之會影響到休息 總之可能是晚上聊天 搞到睡得不好 這個也是要去注意一下 今天有點好嗎找睡覺 我會看到天空的流星 這次想說話是你30 1 .? 我要去你1 1 雙方的作息